当列车经过铁轨 有时会发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仔细观察铁轨下方 会发现一些类似蘑菇的装置 列车车轮经过上方 它就缩进去 车轮离开 它又弹出来了 这不禁让人疑惑 这个铁蘑菇是什么 安装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本期影片小编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神奇的铁轨装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剪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其实这个装置叫做减速顶 它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滑动油缸组合件 就是铁轨上突出的蘑菇头 一部分是安装在钢轨上固定蘑菇头的壳体 而减速顶的内部充有氮气 在车轮经过上方时 压缩的蘑菇头会给车轮一个反向阻力 车轮离开后 蘑菇头又会立刻弹起 进行下一个减速作用 如此 当车辆压过足够多的减速顶 车辆的速度也就慢慢降了下来 这时可能有人会问 明明火车本身就有制动装置 为什么还要通过减速顶来让火车减速呢 实际上这个装置并不是给普通火车减速的 它只是给不连接火车头 且没有制动装置的单独车厢减速 只有铁路编组站驼峰区会有这种吊车设备 铁路编组站主要是列车吊车员 对来自各地的货运列车 进行解体和重新组合的一个地方 列车员将按照货物的类型和发货方向 对列车车厢进行重新编排并组合 让货物更高效地到达指定地区 而驼峰则是铁路编组场内有一定坡度的区域 吊车人员进行编组时 先将车辆推送至驼峰峰顶 再按编组计划让车辆在不同坡道上 利用自身重力滑行到预定线路 这时单独的车厢便处于无制动力状态 就需要借助外力帮助减速 以降低各车辆连挂时的冲击力 而减速顶在这儿就起到帮助车厢减速的作用 不过这种减速顶需要全天不间断工作 使用频率高 负荷强度大 其内部零件很容易出现老化磨损现象 所以为了确保它们正常使用 就有了专门检修它们的减速顶维修工 而维修工们因为需要经常在铁路上踩来踩去 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昵称 叫做踩蘑菇的老爷们 但不要小看踩来踩去 在减速顶的各项检查修理工作中 踩蘑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一个顶有没有坏踩一脚便出真章 如果踩下去很容易 那就是油气不足出现问题了 在发现减速顶故障之后 维修工们就会及时更换 并将故障减速顶送入维修厂室内进行检修 检修工作包括拆卸、清洗、打压、注油、组装、冲淡等 除此之外 维修工也会定期对煤骨道的减速顶 进行逐个修剪润滑保养 除了减速顶 在国内还有一个大号的铁蘑菇 它的学名叫做铜轴电缆充电桩 是1987年 成余铁路电气化全面改造后扎根在铁路边上的 到现在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 这朵铁蘑菇 形似一根铁柱子 柱身上有个小洞 要用专业工具才能打开 打开后就能看到 有个类似于气门心的东西 可以用来测量铁路电缆内部气压 也可以给电缆充气 电缆有气压 就可以抵抗外界的水分侵入 保持电缆内部处于干燥状态 使信号传输不受影响 通过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使得列车能更加紧密 更加安全地运行 1987年12月 成余铁路全线电气化改造完成后 运输能力由610万吨每车 提高到1300万吨每车 列车牵引质量由1500吨 提升到2720吨 运输能力几乎提高了一倍 让西南地区铁路运输紧张状况 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刚实现电气化时 乘于铁路每两公里 便有一个同轴电缆充气桩 铁路通信工通过步行的方式 在区间开展巡视 有同轴电缆地线桩时 便把它打开 用气压表测试气压是否充足 当气压不稳定时 则需要画气压曲线图 对其进行分析 后来 同轴电缆因为利用率低 承载低被淘汰 同轴电缆充气桩 也被更换为更先进的 自动电缆充气桩 不仅能自动充气 检测气压 更省去了大量的人力检测工作 而现在 经过多次更新换代 电缆已经更换成 传输速率大 利用率高的光缆 自动电缆充气桩 也随着乘于铁路的发展 被淘汰了 这一颗颗铁蘑菇 虽其貌不扬 但在保障列车通行安全方面 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0多年过去 现在还有部分遗留的 同轴电缆充气桩老物件 其中保存较好的 还属银山镇站内这一颗 从这颗铁蘑菇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设备的变迁 是乘于铁路发展的进程 更是国家科学技术的更新 它的存在与保留 不仅展示的时间的推移 更是在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 中国铁路的发展速度 接下来小编继续给大家科普 铁路上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 大家是否注意过这样一个问题 绿皮火车的轨道下方铺满了碎石 而高铁轨道下方却没有铺设 这仅仅是因为高铁更加高大上吗 当火车向前行驶时 这些碎石子的作用又是什么 高铁下方因为少了这些碎石子 它的安全性能究竟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火车轨道上铺设的粗砂粒和碎石 统称倒闸 它们的质地是特制花岗岩 硬度颇高 铺设了碎石的铁轨称油闸轨道 没有铺设碎石的铁轨叫做五闸轨道 油闸轨道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可以减少震动和分散压力 火车在铁轨上高速行驶 不可避免会造成震动 碎石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缝隙 能够很大程度的吸收震波 从而起到减震的作用 同时火车轮子与铁轨的接触面极小 导致铁轨承受到的压力相当大 如果铁轨下方直接使用泥制基地 由于抗压能力弱 便会发生沉降 进而引发事故 因此碎石子同样能够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二 能够进行高效率的散热和排水工作 笨重的火车在铁轨上行驶时 产生出的摩擦力带来了巨大的热量 如果热量过多 会出现热胀冷缩效应 以及减少铁轨的抗压能力 从而导致火车拖轨或者铁轨断裂 因此碎石子充当了良好的热导体 起到了抵抗热胀冷缩的作用 当天上大量降雨时 碎石之间的缝隙同样会让水迅速渗入 从而避免出现洪涝现象 虽然倒闸起到了承压缓冲 及吸收噪音带走热量的作用 但油闸轨道仍然需要经常维护和检修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列车长久的碾压 会出现倒闸移位 混入泥土 杂草丛生 机面沉降等情况 这时就需要进行相对应的修正铁轨位置 青筛 除草 补闸等处理工作 还有倒闸再平整 也不可能达到混凝土整体倒床的水平 并且由于枕木不是刚性的固定在倒床上 列车驶过时 车轮之间的钢轨会带动枕木一起向上弯曲 这一弯曲在重载铁路上肉眼可见 所以列车高速驶过时会出现倒闸飞溅的问题 而高铁属于长轨列车 不同于普通火车 它的每一节车厢都紧密相接 因此行驶时不会产生剧烈的震动 高铁的轨道叫做五闸轨道 用混凝土结构代替了轨枕 碎石倒床结构 直接在混凝土上铺设铁轨 因此 路基的上面只有枕木和铁轨 再也没有了碎石 相较于碎石铺地的油闸轨道 一下子就显得十分高大上了 为什么选择五闸轨道 因为在高铁行径时 轨道只承受列车的恫吓载 对整个路基并没有太高要求 高铁的速度高达350公里每小时 可谓是风驰电掣 它能够安全平稳地行驶 不单单归功于五闸轨道的作用 也源于它自身设计 太过科学前卫 试想一下 如果高铁行驶在油闸轨道上 300多公里的时速必然建起许多石子 对列车和周围建筑物都会造成损伤 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车毁人亡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平时我们在乘坐高铁时 当感觉到高铁在一些路段的行驶速度 慢慢降下来的时候 此时不用担心 也不用抱怨列车的行驶速度慢 因为此时有很大可能是行驶在油闸轨道上 减速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 毕竟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有关铁路的有趣知识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